在2014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农娘七七七埋藏的宝藏》 男主开始就跟幽灵美女同居 不仅碰到她的欧派 更有女神级的房东 租房居然送了一个妹子 被缠身的感觉到底如何 男主八针虫户来到一座叫七虫的岛上学习 这是一座由七个人创造的学生岛屿 目的是为了让来到这里的学生 可以大胆地去追逐梦想 在这座岛上埋藏着许多的金银财报 小八虽然也有远达梦想 但出来乍到只能先去找个地方住下 于是来到一个月房租只需要5000日元的小屋中 房东阿真是个很哇塞的大坡姐姐 小八想不通为何这么好看的房子只需要5000块 但当她打开自己的房间后就明白了 这里是鬼屋 面前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不是人 而是已经死去的狄芙琳七七 她在时间前被秘密凶手杀死后 变成了琉林 而再也离不开这个房子 最喜欢吃的是布丁 小八有些头大 因为一来七七就要跟她打架抢房子 小八本来不想搭理她 可听到七七说如果打赢自己 就可以无条件扮演贴心统居女友 这谁冷得住啊 小八立刻化身成二郎 吵七七扑了过去 但结果自然是小八被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这场比试 她并不亏 因为她以一个手指被掰断为代价 成功触碰到了七七的欧牌 但输了就是输了 小八才不想搬出去 因为没有钱 小八还是死不要脸的决定赖在这里 每天只好给七七跑退 不过一次在上厕所时 小八看到一本笔记 这才知道了在其中脑上 埋藏的数以千计宝藏 都是七七跟房东阿珍 还有另外五个人一起建造安排的 而宝藏大多数都是一些 拥有得数能力的高科技 这么说来 七七就是这个岛的老大 而她死去的消息 很多人也都知道 纷纷撂查凶手到底是谁 但更主要的还是寻找宝藏 这天 小八对七七声称 捡到一颗可以测试 是否说谎的毒眼 但其实并不是她捡的 而是她截走怪盗团记 偷来的 所以在第二天 有一位自尊是明镜盾的女孩一级 带着助手星叶便通过了细致的分析找到的小八 让她交出毒眼 小八肯定不愿意啊 结果就被助手星叶扣住搏梗 从这画面不难看出 小八不仅不难受 反而还很享受 但依照回手套却差点掏出小八的心肝 因为这星叶竟是女装大了 最后 这毒眼还是被一级给拿走并交给了警察 结果警察却把一级当成是自首 还在新闻刊登此事 一级的梦想是成为名侦探 瞧的是 她和星叶入学后 并跟小八同伴 这天冒险部的部长一级邀请小八加入社团 这是社团的传统 邀请和七级同住的人路社 一起寻找七级的收藏 想要七级升天的话 就需要帮她找到有龙形胎记的凶手才行 所以跟七级约定好帮她找出凶手的小八决定加入社团 希望能够找到可以帮上忙的宝藏 成功录市的小八立马被一级要求做一件事 就是在七级那通过七级的测试 可以得到一件宝藏的线索 小八在通过考验后找到宝藏所在的房间 一级小八和一级三连进入了 面对未知的惊险机关 一级两次都死里逃生 被小八救下 最后机关又一级破解 他们运动极要的小八 在不断消失又重复的通道中 跑出一条通往宝箱的路 然后一级迅速跑过通道 抵达宝箱位置 宝箱被打开了 里面的魔法使之杖正是一级一直想要的 拥有着可以实现持有者所想的魔力 自责的一心用法杖顺移到门口 丢下了二人离开 接着整个房间坍塌 只剩下宝箱 小八和一级只能报警坐在上面 等待警察救援 期间小八发消息给既的成员 于是二人被装成警察的既成员血迹给救了 一级赶紧去调查一心的线索 查到他要以一元将法杖卖给大富豪春秋 为了些奋夺和法杖 小八用毒液做交易情血迹帮忙 当晚小八找到一心跟他单挑 才知道一心的梦想是用这根法杖统治世界 看在眼前因为梦想而疯狂的一心 小八还是上前与他战斗 一次次接下法杖的伤害 直到耗尽他的魔力 那一刻梦想崩塌的一心放弃了抵抗 一直以来他都美化了法杖的力量 没有去调查法杖的缺点 也不知道法杖的魔力会有耗尽之时 小八没办法当自己去打这个 为了梦想而活的一心 结果被他逃走了 但其实在小八的内心中竟然原谅了部长 一心最终还在将法杖用一意卖给了春秋 过来交易的人竟是一级 可见一级的身份并不简单 而小八与怪盗团记有关的身份 也被一级发现了 一级并不打算报警 而是要和小八成为真正的搭档 一级不知道的是 小八的父亲便是记的老大 而他爸爸一直在等着小八继承家业 小八不喜欢记的宗旨 所以才退出了记 而因为琪琪夜以继热再加玩游戏 电费高到小八没钱 骄傲了他不得不去兼职 接了个运送东西的高额圈上 结果是送一箱小麦粉 到最烦聚集的黑区给黑区大解头 到地点接他的人是一位叫老铁的男子 而这位大解头看起来很是凶狠 又恶趣味十足 交货是小八特别害怕 最后还忘了拿贡献就回来了 但最后小八还是想办法挤出了钱 交了房租 否则就会被赶出去 最后宝藏的地点是温泉附近的遗迹 所以小八和社团成员 一起住进了附近的温泉宾馆 学习跟踪小八也来到了宾馆 到了遗迹寻宝开始 这次的机关是无数根踩错 就会喷出热水或者升高的柱子 这是小八的奖项 所以最后是他先到达的宝箱为止 那箱子里装的是一只布偶 布偶带回旅馆后中途却不见了 一集立马推提出 是伪装成员服务员的寄头的 但其实真正的宝藏 已经在前一夜就被小八给拿走掉包了 这一期都逃不过一集的罚艳 所以在小八拿出宝藏时 一集便破门了路 整具绝招 本来小八很是新的雪姬 因为雪姬的家族是 时时代代都跟随着季的存在 从小雪姬就跟大姐姐一样 在照顾着小八 被小八吸嫩 所以小八也没有想过雪姬 其实会偷东西 感觉到被最吸嫩的 能背叛奴的小八哭了 被琪琪问到安慰后的小八 决定去跟雪姬问个清楚 可见面后小八便要跟她打架 雪姬赢了她就叫做宝藏 但小八打不过雪姬 但是用宝藏把她绑住了 这是雪姬才说出的真心话 他们因为小八一声不吭地离开季 一直以来 她都坚信着可以和小八一起记成绩 在明白了雪姬的想法后 小八向她承诺 自己最喜欢雪姬节了 永远不会背叛她 生风的一律就这样解开了重归于好 那小八一天不回忌 就不会成为雪姬的同伴 这一夜 小八家里来的一位不速之客 斐叶 他是一位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曾是追逐冒险社团的副社长 在社长毕业一离开后就成为了社长 可是因为他只注重利益的行为 导致很多人都陆续退步了 在最后一次社团破解宝藏机关的时候 斐叶为了拿到宝箱 牺牲了一位社团成员 这件事后 他也退步了 斐叶来询问基姬 关于他手里铃铛的用法 基姬说 能够无风唤雨 斐叶便十分不懈地说 这是个破铃铛 齐齐听见了 有些生气和难过 因为以前他用这个铃铛帮助过不少人 也难过有些宝藏拿到了 不需要他的人手上 之后学妹吉姬指导一个宝藏的位置 所以他被斐叶盯伤了 在一个晚上 斐叶还袭击了基姬和老铁 他被基姬的聪明才智给逼退了 大街头点名让小巴保护基姬 害怕大街头的小巴也不得不照做 小巴跟社团成员讨论这件事 得出的解决方法就是 比斐叶更早一步找到基姬所知道的那个宝藏 这样斐叶也就没有盯着基姬的理由了 一季只调查到了位置在某个广场 但范围太大了 于是小巴便回家请求基姬透露线索 一直本着中立太多的基姬最终还是缩了线索 但是他的条件是不管那件收藏是什么 小巴都不许使用它 小巴同意了 但是他却有了疑虑 一直以来他寻找宝藏的目的 就是找到能够帮基姬找出凶手的宝物 如果这次宝物就是他要找的 可是基姬又不想让他使用 那么是否意味着基姬并不想升天 再拿到线索 小巴一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宝藏路口 经过一集的分析也很快到了宝藏这里 但是宝藏上罕见的还有一道密码 这时菲叶竟然来了 他一副看不起任何人的模样出现了 小巴生气地跟他打了起来 然后菲叶的本事 却是能够熟练地使用当初冒险部分发的奇奇宝藏 可以在影子里穿梭 力量也特别强大 所以小巴根本打不过他 一心的眼镜虽然有富士辣能行为的功能 但是他的体能太差也打不过菲叶 这时聪明了一集用防冷电棒偷袭了菲叶的腹部 导致他在影子里穿梭时呼吸困难 加成一心的眼镜还有毒心术的功能 所以小巴他们又占了上风 然后被暴打了菲叶不止一箭收藏 他用手上的戒指对着小巴说 你的肺部被压坏了 会呼吸困难 这戒指就是他的杀手键 此生的女男 接着小巴真的呼吸困难的起来 菲叶又将他的手臂给折断了一只 一集就生了 他正让自己看破了菲叶的杀手键 而且猜测如果把这个说出来 他的杀手键就会失效 菲叶听到他观察至此 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在场就是一斤的脑子最好使 然后你完全不敢相信 菲叶就这样放过了他们 大哥你之前那股很近呢 而这次小巴他们拿到的宝藏 是一个驱魔火神符 但是菲叶跟一集大度 陪小巴这个收藏 谁可以看到过去的事情 然后高业小巴是否会遵守约定 真的不使用它 最后小巴确实遵守了约定 拒绝使用这个宝藏 所以所有的一集 就要为菲叶提供一个月的咖啡牛奶 小巴想知道菲叶到底是想被超度 还是想留下来 因为她的私信是不愿意菲叶升天的 因为她会很寂寞很难过 有时候菲叶会隐身就让她有些慌乱 但是因为约定好了 要帮菲叶找出凶手 所以这导致她很纠结 没有办法坚定地去寻找菲叶宝藏 小巴忍不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这次菲叶正面地回答了她的疑问 她说自己的想法确实是想要找出凶手 然后杀掉她 但是在此之前 她发现她创造的这个地方 变得比她想象中还要有趣的 所以她想继续观望下去 也继续观望小巴 小巴听了 变开心地继续寻找菲叶宝藏 她去利用自己的力量 找出凶手 不辜负菲叶对她的心愣 这部动画最好看的地方 是在迫切宝藏时的推理 所以我没有剧透 留给想看的小可爱们去看 而相对动画而言 其实我感觉这部动画的出现 更像是为了让观众去看情小说 里面出现的宝藏 很像哆啦A梦的道具 而有一点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 到底是菲叶是女主 还是一级才是女主 因为对比戏份来说 以及比七七还要多 当然在点评中 很多人都觉得这部动画很无聊 但有一点我相信 是大家最烦的动力 那就是里面的人说都很棒 而在最近提到七七七 我满脑子都是 我是七七 是个僵尸 啊 还要说什么呢 凉凉的 很舒服 里面的七七七也很喜欢奶 在我脑子里的七七 却喜欢野奶 我是少年 因为明天有可爱的九星野男孩 能为小妖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了拜托